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股市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些专家提高了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并提供了你应该拥有多少紧急储蓄的建议 尽管有些专家一期经济降软着陆 但随着通胀缓解和就业报告弱于预期股市波动加剧 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紧急储蓄感到不安 根据财务顾问的建议 双收入家庭应该至少储蓄三个月的生活费 而单收入家庭则应储蓄六到九个月甚至更多 企业家和小企业主则应该储蓄8到12个月的费用 每个人的具体储蓄需求取决于其独特情况和家庭需求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收看华尔街股市《我是你的主持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 我们将深入探讨当前的经济形势及其对个人财务规划的影响 我们引用的文章来源于NBC News 文章详细分析了在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 财务顾问对紧急储蓄金的建议 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文章的主要内容 尽管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速显著 许多美国人仍然误认为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之中 根据Affirm在6月对2000名成年人的调查 近60%的受访者持有这种错误观念 而实际上虽然高盛和摩根大通在8月提高了对经济衰退的预测 但其他专家则预计经济将实现软着陆 这意味着美联储的政策不会引发严重的经济下滑 与此同时尽管通胀有所缓解 但7月的就业报告却弱于预期导致上周股市波动加剧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 个人财务状况显得尤为重要 根据Bankrate的年度调查 近60%的美国人对他们的紧急储蓄水平感到不安 这一比例较2021年的48%有所上升 调查还显示大约27%的受访者没有任何紧急储蓄 这是自2020年以来的最高比例 财务顾问们为此提出了具体的储蓄建议 特别是考虑到不同收入来源的稳定性 对于双收入家庭 新泽西州奥克兰市的Wealth Enhancement Group的认证财务 规划师Greg Giardino建议 至少储蓄三个月的生活费用 然而这一指导方针可以根据收入来源的可靠性进行调整 例如用金工人由于收入不稳定 可能需要比终身教授更多的储蓄 根据Bankrate的调查 仅有44%的美国人拥有至少三个月的紧急储蓄 对于单收入家庭或个人专家建议 至少储蓄六个月的生活费用 纽约Bone Fetty Wealth的总裁兼认证财务规划师 Douglas Bonpath 更倾向于建议单收入者储蓄六到九个月的费用 他表示他从未遇到过因储蓄过多而感到不满的人 而波士顿的认证财务规划师和注册代理人 Catherine Vallega Greenby Advisory的创始人 则更为保守建议单收入者在 安全流动性高的投资中 储蓄12到18个月的生活费用 尽管美联储可能在9月开始降息 但投资者仍然有 高收益储蓄的 机会 对于企业家或小企业主 由于收入不稳定 根据Wealth Enhancement Group的Gerdino的建议 储蓄8到12个月的费用也会受益匪浅 当然紧急储蓄的具体金额 取决于个人的独特情况和家庭需求 现在让我们从不同角度分析 和评论这篇文章的主要背景 内容和观点 首先 从经济背景来看 当前的经济环境确实充满了不确定性 尽管有些经济指标有所改善 如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和通胀的缓解 但其他指标如就业市场 却表现疲软 这种混合信号 使得普通投资者和家庭 难以准确判断经济形式 从而增加了财务规划的不确定性 其次 从个人财务角度来看 紧急储蓄的重要性 在任何经济环境下都是不言而喻的 正如文章所指出的 财务顾问们提供的储蓄建议 尤其是针对不同收入来源 和家庭结构的差异化建议 显得尤为重要 双收入家庭和单收入家庭 由于收入稳定性的不同 需要储蓄的金额也应有所区别 此外 从政策角度来看 美联储的货币政策 对投资者的决策具有重大影响 尽管降息通常被视为刺激经济的手段 但在当前已经低利率的环境下 有限 同时投资者还需要考虑 其他高收益储蓄机会 以确保在经济波动中保持财务稳定 再者 从心理角度来看 大多数美国人对紧急储蓄的焦虑感有所增加 这反映了对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 和对个人财务健康的担忧 27%的受访者没有任何紧急储蓄 这一数据令人担忧 特别是在经济可能滑坡的风险下 最后 从实际操作的角度来看 如何有效储备紧急资金 是一个需要长期策略和短期行动相结合的问题 财务规划师们的建议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但个人和家庭应根据自身情况进行调整 储蓄不仅仅是存钱 还包括选择合适的储蓄工具和投资方式 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性和流动性 综上所述 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经济背景下 紧急储蓄显得尤为重要 无论是双收入家庭 单收入家庭 还是企业家 都需要根据自身情况 储备足够的紧急资金 以应对可能的经济波动和突发世界 财务顾问的建议虽然提供了指导方针 但最终决策应考虑个人的具体情况 和未来的财务目标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股市 希望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能为您提供一些有价值的财务建议和洞见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 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 经济衰退可能性和紧急储蓄的必要性 我是郑芳 楚天书 我认为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中 我们需要更多的紧急储蓄 根据Banker的调查 60%的美国人 对于他们的紧急储蓄感到不安 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这是一种紧迫的生活现实 你会不会想要在失业时 连一杯星巴克都喝不起 我可不想成为下一个存款见底的金融难民 思想先驱爆 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 每天早上8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